因為其實國民黨三中案是在馬前突襲在任內進行的交易的 然後是否違法亂記證據會說話 因為這次是由王可富律師向北檢提出告發還有新證據 然後跟本黨還有執政團隊其實沒有任何關係 所以我們請馬前總統可以坦誠的面對司法審判